电视剧《幕府将军》创造了历史 一举夺得了前所未有的十八项艾美奖 这一成就证明了这部剧的辉煌 这部剧的成功不仅仅是因为其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 还因为其精湛的制作和出色的演员阵容 《幕府将军》 讲述了英国水手约翰·布莱克·索恩的故事 他发现自己身处封建时代的日本 必须适应这个新世界 最终成为一名强大的武士 这个故事充满了冒险 文化冲突和个人成长 吸引了全球观众的目光 《幕府将军》吸引了全世界的观众 该剧获得艾美奖的胜利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迄今为止还没有其他剧集获得如此高的认可 这一胜利彰显了故事的力量 它表明文化障碍是可以打破的 这部剧的成功也得益于其精心设计的场景和服装 这些元素使观众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封建时代日本的氛围 制作团队的努力和奉献精神是这部剧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艾美奖是一个享有盛誉的颁奖典礼 旨在表彰电视界的杰出作品 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电视制作人和演员都梦想着能够获得这一赎容 《幕府将军》的胜利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他将这部剧提升到了传奇的地位 这部剧的成功不仅仅是对其制作团队的肯定 也是对所有热爱这部剧的观众的一种回报 这一胜利将激励更多的创作者去探索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故事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在《幕府将军》中 郑田广直和岛田安娜贡献了精彩的表演 郑田广直饰演强大的封建领主德川家康 岛田安娜饰演高贵的女性阿国 两位演员都为他们的角色赋予了深度和微妙之处 郑田广直体现了家康的力量和脚皮 同时也展现了角色的人性 岛田安娜则演绎了阿国的优雅和智慧 捕捉到了角色内心的挣扎 他们的表演引起了观众的共鸣 郑田广直和岛田安娜为他们的角色带来了真实性 为故事注入了生命 他们在《幕府将军》中的表演令人难忘 郑田广直的表演尤其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仅仅是扮演一个角色 而是完全融入了德川家康的灵魂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力量和决心 观众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挣扎和复杂的情感 这使得他的角色更加立体和真实 岛田安娜的表演同样出色 他以细腻的方式展现了阿国的内心世界 他的优雅和智慧使这个角色充满了魅力和深度 观众可以看到他在面对困难时的坚韧和勇气 这使得他的角色更加动人 在拍摄过程中 郑田广直和岛田安娜展现了他们的专业精神和敬业态度 他们不仅仅是演员 更是故事的讲述者 他们的努力和奉献使得《幕府将军》成为一部经典之作 总的来说 郑田广直和岛田安娜在《幕府将军》中的表演是无可挑剔的 他们的出色演技和对角色的深刻理解 使得这部剧集成为了一部不容错过的杰作 他们的表演不仅仅是娱乐 更是一种艺术的表现 深深打动了每一位观众 《幕府将军》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它还是一座连接不同文化的桥梁 这部剧以尊重和真实的方式 向西方观众介绍了日本的历史和习俗 通过《布莱克·索恩》的旅程 观众体验了日本的美丽 了解了日本的武士文化 这部剧彰显了荣誉和忠诚的价值观 探讨了不同时代的复杂性 《幕府将军》引发了全球对日本文化的兴趣 促进了理解和欣赏 这部剧证明了故事的力量 可以将人们联系在一起 《幕府将军》是一部视觉杰作 该剧的创作者 Meticulous Attention to Detail 服装、布景和电影摄影都令人惊叹 将观众带入了封建时代的日本 从精致的武士盔甲到宁静的花园 每一帧都充满视觉吸引力 该剧的创作者使用了真实的地点和道具 这也增加了该剧的realism 《幕府将军》的视觉元素增强了叙事效果 让观众沉浸在该剧的世界中 其结果是一次真正令人难忘的观影体验 《幕府将军》的音乐 《东西方交响乐》 《幕府将军》的音乐是其成功的组成部分 配略融合了日本传统乐器和西方管弦乐 创造出独特而令人回味的soundscape 音乐增强了关键场景的情感impact 为叙事增添了深度和质感 《幕府将军》的音乐证明了合作的力量 它汇集了不同的音乐传统 其结果是一种harmonious and unforgettable聆听体验 第六部分 《幕后故事》 《史诗巨作》的诞生 创作《幕府将军》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制作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 在日本实地拍摄在logistics上非常复杂 演织人员必须克服语言障碍 尽管面临挑战 但团队的dedication始终unwavering 他们热衷于将这个故事搬上荧幕 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奉献得到了回报 《幕府将军》的成功证明了所有参与者的才华和奉献精神 从演员到工作人员 每个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的努力创造了一部电视杰作 创作《幕府将军》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制作过程中面临着许多挑战 从最初的构思到最终的拍摄 每一部都需要精心策划和协调 在日本实地拍摄在logistics上非常复杂 演织人员必须克服语言障碍 这意味着每个场景的安排都需要精确的计划和执行 尽管面临挑战 但团队的dedication始终unwavering 他们热衷于将这个故事搬上荧幕 他们的辛勤工作和奉献得到了回报 《幕府将军》的成功证明了所有参与者的才华和奉献精神 从演员到工作人员 每个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演员们不仅要学习台词 还要深入理解角色的背景和动机 化妆师和服装设计师则要确保每个细节都完美无缺 从而使角色更加真实可信 导演和摄影师则要确保每个镜头都能完美捕捉到故事的精髓 灯光师和音效师也在背后默默付出 确保每个场景的氛围都能完美呈现 他们的努力创造了一部电视杰作 这部作品不仅仅是一部电视剧 更是一个团队共同努力的结晶 每个人都为这部作品付出了无数的心血和汗水 最终成就了这部史诗巨作 第七部分 全球现象 幕府将军的Enduring Legacy 幕府将军一经播出便风靡全球 吸引了全世界的观众 该剧的流行超越了文化界限 这部剧集对电视产生了lasting impact 它为历史剧树立了新的标准 其影响力可以在后来的许多作品中看到 幕府将军的Legacy延续至今 它仍然是一部背搜喜爱和具有影响力的电视剧 它对流行文化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 第八部分 打破障碍 幕府将军与对Representation的追求 幕府将军在Representation方面开创了新天地 该剧由来自不同背景的演员组成 这在当时的电视界是很少见的 该剧的成功表明 观众已经准备好迎接更加多元化的作品 它为其他作品采用更具包容性的演员阵容铺平了道路 幕府将军对多元化的承诺是groundbreaking的 它帮助改变了电视界的landscape 它的Legacy继续激励着业界在作品更多的体现representation 第九部分 希望的灯塔 幕府将军照亮了前进的道路 幕府将军获得爱美奖是一个值得庆祝的理由 这是多元化和包容性的胜利 该剧的成功提醒我们故事的力量 幕府将军让我们了解不同的文化 它促进了理解和empathy 在一个经常分裂的世界里 幕府将军传递了团结的信息 幕府将军是娱乐产业未来发展的希望灯塔 它表明故事可以将人们团结在一起 它的Legacy将继续激励后代 电话继续激励